醫師 敬寧 老師好 謝謝 大家平安 大家好 不好意思 說 說我們單位會通話 會喔 不會通 不是我們說 曼彈琳 那叫做北京話 這樣齁 這樣好啦 曼彈琳說 大家 抱歉 我現在都曼彈琳在說 台灣 台灣的什麼法 我們現在寫的是台灣 不是台灣 台灣 玩 應該是玩有沒有玩 為什麼 因為 所以 荷蘭人 定力台灣的所在是在台南 台南那個所在叫做台灣 這是被捕捉的威 不好意思 都說 齁 齁 因為並不足 無分之 所以要怎麼寫 我們可以寫這個台灣 也可以寫 大圓 大小的大 圓林的圓 台灣 齁 但是絕對不是台灣 台灣 台灣 人的都 玩來玩去 這就是 我們要知道 我們的名字 去用 我們的名字 被人家扭曲了 我還要翻譯 可以 啊 這個可以炒起來 這我的名字 郭鴻斌 這個地方 www taiwanus.net history 這個地方 有 有我寫的台灣歷史 100萬字 在裡面 從1624年 寫到 1945年 台灣的歷史 免費可以供人家看 人家說 你怎麼奇怪 你怎麼不收錢呢 賣書不是很好嗎 我 站在的立場是說 讓所有的台灣人 了解 他的歷史 所以 不賺這個錢 讓大家都可以享受到 看到 自己確實的歷史 先祖民 我們有先祖民 先祖民就是一個生來的 台灣 聽說人類的開始是從黨徽 人類的開始是從東非開始 東非開始 那麼 從東非洲 然後沿著海岸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走到台灣來 可能那個時候台灣沒有 沒有那個台灣海峽 因為台灣海峽比較淺 可能是陸地 所以台灣 那他留下什麼足跡 到台灣來有什麼足跡 先民到台灣來的足跡是什麼 就是 每一個走過的地方 就都留下人類吃貝殼的貝殼種 我們吃牛吃豬吃雞 這個吃過了之後 那個骨頭丟掉嘛 但是骨頭腐爛掉了 沒有了 只有這個貝殼 你吃了這個貝殼 那個貝殼啊 可以留一千年兩千年三千年 所以以後就去尋找這些貝殼種 發現 在台 台東 台東那個地方 有貝殼種 所以 進入把這個History抄下來 我這裡裡面 寫的是從荷蘭時代 分成 然後正式王朝 然後滿清巨台二一三 然後日巨時期偉大的台灣人 台灣人有多偉大 看了書才知道真的很偉大 啊你不看書就 那個腦袋裡面裝的是一塊本書 本書就跟你說台灣人不偉大 啊我們自己寫的歷史 啊原來偉大在這裡 今天沒時間說了偉大的台灣人 齁 你們叫什麼名字都用 這是屬於南島民族 像說這本來的 住在台灣的人叫做歡 日本時代改做歡 這歡齁我記得超二頭 比較歡 他叫四九牛改做三地族 三地同胞或者三胞 他叫四年 把三胞叫做原住民 啊兩千年稱原住民 原住民族 民族 啊當時我現在是十二宗 現在不知道是十四宗 什麼幾宗 比不中要沒有保安再來 因為 所有的台灣人 如果是台灣人 他的肺痛裡面 他的血統裡面 有百分之八十五是 並不足的 這是我為歷史可以說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高的比例 不好意思都說台委 都說台委 現在 我們的這個 先住民 分佈的地區 大概這個多數是這樣 這個阿美族 阿布農 阿周族 阿比南族 盧凱族 阿格馬蘭族 阿泰魯閣族 阿泰魯閣族 無分之紀錄 這都是 齁 歐蘭人紀錄的 人家拿出來 齁 有凱達格蘭 分佈在 同台北京 台北市過人 這凱達格蘭 聽說 都是給我白白 阿去做海道 人家說 這是 Fromosa的海道 這是凱達格蘭族 現在在總統府 最初就是 凱達格蘭大道 這是凱達格蘭族 蕾蘭 在台北盆地 這也是凱達格蘭的一基 道卡斯 道卡斯 這都要收音樂 你補的時候 剛才沒有這個齁 巴布拉 巴布拉 欸 又很像那個 在 印尼的東邊 有一個巴布亞 新井內亞 啊 巴澤海 貓屋族 巴布沙族 安和亞族 西萊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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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比較有聽到 因為 讓人 定了那個所在 就是西萊亞的 台南的地区 就是西萊亞族 西萊亞族 裡面還不記得 還有一個 卡馬蘭 格馬蘭族 最近 這個卡馬蘭 格馬蘭 有一個 那個遊覽車公司 就是 格馬蘭 啊 為什麼叫做格馬蘭 這個有一段的歷史 台灣 台灣 平埔族的西萊亞語 他叫做台灣 台灣 啊 要想 該做這個台灣 應該正式的發音 名稱台灣 這樣 不是台灣 台灣 是這個 這個 傳統 我們叫 這塊土地 叫做台灣 啊 怎麼叫做台灣 怎麼不叫 馬島 或者是其他的名 這原因很簡單 荷蘭人來戰了台灣 以後 設立 看到 漢民族所用的 齁 那個 那個金糧啊 沒有統一 亂七八糟 齁 要買的 跟人家買的齁 這個 就短一點 要買 要賣給 要賣給人家就 短一點 啊買人家的就長一點 隨便亂算 所以荷蘭人齁 在 台南這個地方 就是台灣這個地方 在 設立一個公秤柱 所有的 金糧 都要由這個公秤柱 合可 你才可以出去外面跟人家做生意 所以 這塊用台灣手 台灣軍 台灣一軍幾牛 一軍十六六 十六是對嗎 現在都是一筆 一個十不是比較好齁 但是十六你要了解喔 現在 電腦 十六乘十六是等於多少 二五六 那些記憶體 二五六 麥卡 那些顏色 二五六顏色 就是十六成十六 我們在用的已經超過十乘十的一百的單位 二五六 二五六很好算啊 十六 十六進會 十六進會很好算 半軍八牛 還有一半四牛 還有一半兩牛 所以齁 所以你到菜市場去買東西齁 我告訴你一軍十牛 一軍二十塊 那就是人家 頭上不會輸 電腦的水 玩出來 齁 這個就是 十六進會的好處 所以 在用台灣軍 台灣手的人 叫做台灣人 台灣出去跟人家做生意 大家說 要用你們台灣手 所以這個台灣的名稱 我就算出去 我們說一種 第二名詞 高雄叫做 大靠 大靠是 我族名為 大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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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齁 這個 家裡齁 有大鳥 現在民用那個所謂叫大鳥 齁 廟錄 廟錄的 吞銷 這是通銷 啦齁 新町的 貸產 台北的 修隆 台北市的 蟎 蟎 蟎是什麼 什麼東西啊 蟎是 是 原住民用的船 獨木舟 因為以前淡水河是有通行的利益 這個通行的就是說經過這個 蟎是 蟎這所謂 現在叫做萬華 這所謂 這庭靠 啊 漢靈都問說 你這個船叫什麼名字 它叫做蟎 所以那個地名就才就變成蟎 就是 原住民用的 獨木舟 叫做蟎 啊 現在 已經 七八八叫做萬華了齁 韓國英語發音也不對 應該是韓國西班牙 會讓我們發音才對齁 南島的玻璃 我們台灣 在英國五七年 近一世界 從1557年台灣進入世界 國際的舞台 為什麼是1557年 一五五七年 有一個 葡萄牙的 船 他經過台灣 看到這個島很美麗 所以叫Formosa 這台人喔 要去做一台獎金 非常偉大的事情 他去到中國的澳門 叫做Macau 請問 葡萄牙阿人 為什麼要站那個 鳥不聖誕的Macau 澳門 有沒有人 有沒有答案 有好處喔 好處很多喔 好處中國人都不知道 漢人都是呆瓜 那個 人家站了Macau之後 中國當時候 有兩三樣產品 1557年 就十六世紀 是歐洲世界沒有的 一個是我們知道的 Sick Road 我們穿的衣服的 又用絲做的 歐洲人不會做 Sick 所以我們有一條 路 叫做絲路 從什麼什麼 甘肅省啊 什麼蘭州啊 一直走到那個羅馬 要花一年的時間 以上 才能夠把 一匹匹的布 送到羅馬去 那時候羅馬已經非常 文明了 你知道這個詩有多好 你知道吧 我講一個人的人民 看看各位知道是誰吧 Cleopatra Cleopatra 欸對對對 埃及艷后 Cleopatra 伊莉莎白太樂圓了 伊莉莎白演這個 埃及艷后的時候 據他們講啊 當時候 Cleopatra 來提供給凱撒 凱撒大帝的時候 就是身穿啊 裡面沒有穿東西喔 就身穿這個 Chinese silk 中國的絲袍 你看這個多誘惑人 所以 沒辦法了 這個 凱撒大帝就迷上 Cleopatra 這個是絲 另外還有一個 比絲更值錢的是什麼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是嗎 講 China 什麼叫China 瓷器啊 那個China就是 出產瓷器的地方 叫做China嘛 啊 這個China 放在駱駝背上 走到 走到 歐洲去 不破很奇怪 所以這個China 這個瓷器 它好處就是 你用了油 用了什麼 熱的 冷的 你洗一洗 就是 全新的 所以 我到美國去 看這個 美國的家庭 它裡面 最重要的櫃子 客廳裡面 擺一些瓷器 我看了一下 覺得奇怪 這個應該 放在廚房裡面的東西 你怎麼擺在客廳裡面 有道理啦 因為瓷器是那麼貴重 我有一個盤子 那我要擺哪裡 我要擺在客廳裡面 show off 宣揚一下 我有一塊瓷盤子 所以 你現在到美國 到歐洲去看 人的家庭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櫃子 就是擺瓷器 但是後來瓷器 中國人最屬遠哥人 但是當時候1557年 葡萄牙人 占了澳門以後 把瓷器 這個是用船 運到歐洲去 這個利潤喔 不是一倍兩倍 是十倍二十倍 甚至一百倍 所以 這麼樣一條一條船運過去 那個中國人 和民族都不知道 人家賺大錢 賺大錢 就知道人家賺 獨佔了中國市場80年 直到荷蘭人 1624年 第一個目標 就是要打澳門 在1622年打澳門 但是請對請喔 因為 中國 停滯在 腦筋沒有開發 停滯在 舊有的思考裡面 歐洲已經進步了 歐洲本來也是 停滯在一個舊有的東西 但是人家會進步 為什麼 因為 有一個人叫做馬丁路德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以後 他說教皇有95條罪狀 其中一條最重要的就是 教皇啊 你賣這個贖罪券 什麼叫贖罪券 你在人間裡面犯的罪 罪有兩種喔 英文有兩種 中文只有一種 叫做罪 英文是一個叫性 是道德上的罪 一種叫做crime 就是 譬如說 強盜殺人 這種是 犯法的罪 你有性 你有這個道德上的罪 但是這個罪可以把你消弭掉 只要你花 白花花的鈔票 美鈔也好 新台幣也好 也要 十萬塊錢 你就可以赦免你以後到天國去的時候 赦免你十萬塊錢的罪 這樣啦 啊馬丁路德說 亂講 我才不相信這個東西 所以他就起來宗教改革 他說這個不對 但是你知道到今天為止 台灣人還在那裡 用一塊草紙 上面貼個金箔 不曉得要騙誰 你想想看 那這樣 這樣騙金箔也對 所以說叫做騙鬼 你要了解 這個人都在騙鬼啦 所以我們要了解 我們思想要開發 當時候歐洲人你說是地球是圓的 所以開始有理論說地球是圓的 欸 你把上帝擺哪裡啊 嘿嘿 但是歐洲就改革了 那中國為什麼不能改革呢 因為我們腦袋 被四書五經籠罩住 實時的籠罩 這個四書五經有的危害在哪裡 不是四書五經不好 不是孔子是混蛋 不是 是統治者利用四書五經 你要升官發財 就要進入科舉考試 科舉考試就是只考四書五經 其他你都不用學 人家歐洲人已經環遊世界到了 亞洲來了 他還是不曉得地球是圓的 也不知道 京度、緯度、北緯、南緯 什麼都不會區別 還是太陽從西邊下去 所以 人家進步了 所以這個東西 第一次來 那這條線呢 北回歸線 當時候船是從這裡經過太平 台灣海峽走過來 他看到那個大渡溪啊 什麼佐水溪啊 那個 這麼小的島 哪裡有那麼寬的河流 就這麼一畫 就給你畫成三個島 第一次畫台灣的島嶼錯誤的地方 這是荷蘭人 畫的平埔族人 這個畫的是歐洲式的平埔族人 像現在的平埔族人 像沒什麼一樣的 畫得很漂亮 好 這東西 米埔族 是以女性為中心 母系社會 男人是 家族 男人是給他祝 沒有 你 給我來做公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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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産 給這個 女兒 不是給女兒 女兒 女兒都 都這些老犯家 啊現在 漢人大量 過來的時候 都來女兒 所以 所以來到 來到這個台灣以後 沒有 沒有女兒 所以 所以 台灣有一句話 講 娶一個母 要贏三仙天公座 娶一個老婆 平安去拜三仙天公座才好 你看看 娶一個母 有更重要 就是這個 這個同時證明 漢民族跟平埔族人 大量的 大量的 這個 通婚 啊 因為 女的當家長嘛 啊 為什麼會漢話 還要解釋 漢話的原因 因為 比佛祖 平埔族人 沒有 文字 啊 小孩子生出來 要叫什麼名字 要取什麼名字 很簡單 啊要姓什麼 平埔族人 沒有姓 啊好 只有拿漢姓來 啊所以 就很多漢姓 所以這裡面又有一句 台灣的諺語 說 六港死一半 射頭燒幾重 六港死死的 不是死死的有一半 不是說 死掉一半 六港死一半 射頭燒幾重 射頭喔 那瘦萬長 他都 都 住在那射頭 那幾重都 起瘦 都信瘦啦 不是 起瘦 這樣聽 你們來聽 有嗎 瘦頭燒幾重 這又是 證明一件事情 不過 我要信什麼 我住在那射頭 你如果沒有信瘦也很奇怪 所以 大家都信瘦啦 吃這樣 整層都信瘦 整層都信瘦啦 所以台灣的族姓 很單純 有36姓 最主要的姓有36姓 有36姓 所以這個就是 大量通婚 還有你到那個 地方去看 如果他這個村莊 都是姓同一個姓的 沒有問題 這個秘魄族的遺跡 基本上 眾生女 男性沒有財產 家庭的繼承權 女方主體 這是 1625年 全世界第一張台灣地圖 台灣第一張地圖 是畫成這樣 1625 為什麼1625 因為1624 8月26日 是荷蘭登陸 台南 然後 荷蘭人 派兩台村 一台翁白 這樣洗一人 一台翁白 一台翁白 洗一人 回來 阿 偉帥說 這是一個島 荷蘭人來台灣第二年就發現他是一個島 就畫了一張全世界第一張的台灣地圖 又隔11年 畫的台灣地圖是這樣 你看這個有沒有創意 他不一定要接受南北向 他把他這樣翻過來也可以 這個 這個就是 當時候的情況 現在說這 什麼叫血稅 血稅 就是 外來的入侵者 和 本地的同胞 本地的人民 幫他去打仗 這個叫做血稅 你要付出生命做代價 這個血稅 後來人 就 對麻豆社 爭取了 血稅 這些 荷蘭人的稅 大部分叫做人頭稅 一個人 一年一張鹿皮 落到皮 鹿皮 但是 以外 要再給付這種血稅 年輕人抓去做兵 現在有一個叫沉默貿易 英文叫silent trade 這個喔 全世界都沒有的一件事情 發生在台灣 silent trade silent就是keep silent 就是不要講話 不講話可以做貿易嗎 不講話可以完成你我的生意嗎 又沒有電子郵件 又沒有email 又沒有電報 也沒有電話 怎麼樣完成一個教育 當時候的情形這樣 當時候台灣 荷蘭人發現台灣有金子 出產金 這個金子 人家的項鍊 這個保證不是 外來的貨 保證是本地土產 17世紀 18世紀 16世紀 那個時間喔 開採金礦是一個絕對重要的一件事情 荷蘭人 就去看看你怎麼交易 你這個金子怎麼交易 就看到有這樣子事情 一塊小金子 要拿出去賣 他怎麼賣 他到路邊 馬路旁邊 找一塊大石頭 石頭上面鋪一張大的樹葉 樹葉旁邊壓幾塊小石頭 就把這塊黃金啊 就放在樹葉的中間 他就走開了 他就走開了 然後從 第二個從那裡一看 喔 這裡有一個黃金 那該怎麼辦 喔身上也沒錢 啊 很漂亮 但是我 不是我的 走開來 走來走去 那常常人家在做 沒有一個貪心的人 直到有一個人過去 嗯 他也很喜歡黃金 他身上披著兩 兩 兩個 兩張 鹿皮 他說 嗯 你這個值得我兩張鹿皮 所以就把鹿皮就擺在上面 擺在石頭上面 然後把金子就帶走 再隔一個禮拜或兩個禮拜 這個本來擺金子的人 回去原地方一看 喔 變成鹿皮了 就把鹿皮帶回家 完成了這個交易 這種交易叫做 Silent Trade 全世界 沒有一個地方有這種東西 所以荷蘭人把它記錄下來 你看台灣民族多麼優秀 這別人記的喔 不是我們記的 不是中國人寫的喔 那中國人寫的 你不要相信他 這是荷蘭人寫的 Silent Trade 啊 外國人 西洋人 西洋人用的是槍 東方人用的是刀 那刀跟槍怎麼作戰 但是這裡有一張 戰爭喔 很漂亮 麻豆社去打的 這個 16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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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兵 來到了麻豆社 叫麻豆社 親人到來 帶我去山上 跟我到山上 去抓 漢人海賊 去抓漢人海盜 搞了一整天 累壞了 就是回來了 回來經過麻豆瀨 麻豆瀨 那時候 溪水還 淺淺的 但是 你要是你身體會被弄濕嘛 麻豆瀨的人就有說跟荷蘭冰說 哈 我幫你背 我幫你按他啦 齁 你就不用沾去嘛 荷蘭冰說好啊 反正我做大王啊 啊一個說 你去穿我幫你拍他啦 啊就一支穿我拍 啊人風哀 啊 62名士兵齁都到他吸水中間 他就 1 2 3 堵路 都給他堵在水裡 荷蘭人就把他壓在水裡面 把全部的62名士兵淹死了 你看看 這麻豆瀨是不是很聰明 以不是武力的武力 打贏了甚至要戰爭 這場 你要了解喔 荷蘭人是怎麼稱呼 他們要打 跟中國士兵的區別 他說 我們兩個荷蘭兵 或者兩個 英國兵 就可以打敗 50個中國兵 這件事情有沒有誇張 兩個對50啦 不是1比25是2比50 兩個兵 就可以打敗你50個中國兵 對啊 你說對不起喔 鄭成功不是打敗荷蘭人嗎 對啊 鄭成功派多少人來 鄭成功派25000人來 台灣有多少荷蘭兵 全島加起來大概2000人不到 在台南地區就算有1000人 那你1000對 25000是不是 等於2比50 而且 鄭成功花了10個月的時間 才打敗荷蘭人喔 不是一來就馬上把他打敗喔 所以這裡面喔 有光榮的事情也有並沒有想像那麼光榮的事情 喔 所以這個 1629年以後 荷蘭人的地圖 在 萬港 地區喔 都把 麻豆花喔 稱為謀殺者之河 這是 當所發生的一件事情 在 中部有一個叫做 看他王 瓜達王 這個 要用火螺音 發音才對啦 瓜達王 柯達王 這個有一個喔 在台灣中部 中部有一個王國 有22社 喔 啊 16 144年 到了找過 有300名的 那個 荷蘭兵 啊加上一些奴工 和先住民喔 就來吃 來吃的時候喔 發生就 跟這個 瓜達王的戰爭 這個戰爭到底怎麼這樣啦 荷蘭人來了 這個瓜達王這邊喔 去騎的這個 洪陶 封的 上緣 放火燒 火就往 洪北燒去 荷蘭兵就只好逃亡 用這種戰爭的方法打贏了這場 火燒荷蘭軍 喔 這個 大概 讓各位了解一下 當時候荷蘭人就是這樣子 被打敗了 這個是 荷蘭的國旗 三色旗 現在 還是這個旗 中華民國的國旗喔 以前是五色旗 後來怎麼變成車連牌喔 都改來改去 四百年 沒有變動 啊這個是什麼 這個很重要 這個你們到山上啊到這個家鄉看啊 有沒有一根 木頭喔 上面有刻這個東西的 這個就是 這要用 荷蘭文念 這次就 荷蘇東印度公司的標章 那麼 這個標章要幹嘛 如果你在一個那個 那個拐杖上面 這個代表是一個權杖 荷蘭人 在台灣喔 要統治台灣喔 這麼大的地方荷蘭人 總共最多 只有兩千人 在台灣 要去管 沒辦法管 所以每個鄉村喔 發一根 叫做長老 給這個長老 去統治這個村 所以 你如果看到這個東西喔 還在的話 這個就是 不要把他丟掉 至少價值10萬塊以上 V 荷蘭人來台灣 不是要把你消滅你的文化 他替新港人 寫了一個新港文書 新港文書 這個是一個 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 這個是 這是 新港字 他叫新港文 新港發音 寫的 一個文字 這個文字 一直流傳 因為 所以 我們學26個字母很快 汉字要學很慢 學了這個字之後 就 叫做 教書 教書將 就教書 教書 這個教書的人喔 懂了這些東西喔 就一直流傳 一直流傳 從17世紀 到了日據時期 到了日本人來統治 才這個文化才沒有 流傳下來 因為 這個東西 所有的 地器 土地的買賣 房子的買賣 都用新港文寫的 不像國民黨 國民黨來這裡就消滅你的文化 人家是把你的文化 寫上去 這個是一個地圖 這個也是個圖片喔 當時候 台灣的教堂 也蓋得很高 大家都穿 荷蘭人的衣服 這個不是 不像那個 湯巴鐵喔 穿 秘魄族的 衣服啦 他們禮拜天 大家都 穿這個荷蘭人的 衣服 所以 在台灣喔 我們的曆法 就是日曆喔 一開始就是用 西曆 就是現在的 譬如說今天是8月6號 就是 8月6號 不是說農曆幾月幾號 不一樣 農曆是以 月亮 為主 所以一年一個月有29天 也有28天也有30天 我不曉得他怎麼算 一年 所以一年有有時候有潤月 潤月 會亂來的 洋曆一年365天 又 幾個小時 所以 四年 潤年一次 2月有29日 西洋世界 早都發現了 在中國世界 還在用英理 這個 你要了解 這個教堂喔 這個因為我們 先住民到台灣 在台灣 接受這個荷蘭人的 文化進來之後 就有些人信基督教 但是很可惜 他只有38年 在台灣 就走了 走的時候 隔了100多年 有一個紀錄 說 在台灣 的某些村莊 這個門神 門神是畫著這個 西洋人的 金髮的 紅門啊 為這個紅門啊 金髮 閉眼的 神像 奇怪 這個畫什麼東西 台灣人也沒有那個 金髮閉眼 所以說 我們後來的人 猜測 這個 這個就是門神 就是 耶穌基督把他當作門神 所以你家如果有這種門神啊 不要丟掉 這價值百萬以上 這個 我去那個台南問台南市長 台南市長說 有啊 我帶 明天帶你去看 他第二天就派了一個 公路車 帶我去 一個廟 啊 確實有一個 紅門 翻 金髮閉眼 還要脫車 穿 中國社會贊保 我就問說 你這間廟建多久了 蓋多久 在蓋30年40年 我說這個不是啦 這個是你 事後為這個紅門來做門神 所以這個如果在鄉村 你有看到這個門神 是畫的紅門啊 這個也是價值非凡 我現在在說 凱達格蘭族 巴塞人 身材比較高 皮膚比較白 為何風 物質為白種人 大家叫佛洛摩沙海盜 好 這裡還有 這個一六六數年 這一年已經是鄭成功 正式王朝進來台灣的時候 那麼 在這個 原住民 受到鄭成功的部隊的 靈靴 引起 引起 大多 大多歡 阿得狗讓 往抗 還有一六七年 鄭金 討伐 斗尾隆 岸番 深入番地 進入甘蔗區 咦 去吃甘蔗的時候 四民 發貨 五六百人 這個 原住民 都來進攻 所以喔 所以他為半山 半山是哪裡 對 半山就是中華 中華的古早名叫做半山 調來 率領 軍隊 大概屈入深山 這個原住民並沒有打敗 喔 排灣族的傀儡番 在荷蘭時期喔 喔 多次 巨險而戰 皆能使敵人卻步 喔 傀儡番是 鳳山附近 地區 排灣族的一支 喔 鄭軍 對鄭成功的部隊 速度出兵 均未能堪平 然後這是說一些劍情啦 一六七七年 一六七七年也是正式王朝的時候 東寧昌軍 怎麼叫做東寧 因為 鄭成功 稱台灣叫做東都 東部的都 好像東京 我們叫東都 同時 有一個 台語的職語 氣歸七七七 當都看來 來去 我們有母 不用當山 很辛苦 你說什麼 你知道嗎 你說氣歸七七七 氣歸啊 七七七 當都看來去 來台灣 來去喔 我們有母 我們草母 台灣人很欠雜母 就對了 不用當山這麼辛苦 這幾個倒是時候 在當山很辛苦 來台灣 但是 這叫做當都 叫做東寧 就是 換鄭金主政之後 鄭金是鄭成功的兒子主政之後 他就把台灣的地名改成是東寧 所以我們台灣的名字 鄭成功叫做東都 鄭金叫做東寧 鄭金 所以這個 有去吃建政 所以有一個所在叫做 林祭這個鄉軍 不敵戰士 所以要紀念林祭 那個地名叫做 林祭寶 誰人知道啊 林祭寶 你知道齁 林祭寶有那個所在就是紀念 這個林祭這個鄉軍去 有 當隊 的原祭民台詞 1682年 東寧王朝 要向萬青喔 一千 就 在過郎 過郎就在吉隆喔 強拆原住民做苦工 喔 還鞭打 喔 我們的先住民起來反抗 殺漢人各社通事 搶奪良想 洩恨 新港就是今天的 後人啦 得慎心得啦 都相應 這就是 今天這個塞下族 所以塞下族 的歷史 有講這麼一點 塞下族 喔 啊政經 想不到去北極 極三 但是北極一半 就好 就難以前 就終止啦 就 不去極三啦 啊現在 涉落 台灣 就變成萬青冠 183年 萬青就 集清台灣 喔 集清台灣喔 他對萬青 佔台灣 不情願 佔就台灣要死 喔 鳥不聖誕 佔就說在幕後 所以康熙皇帝 有講一句名言 得之無所加 去之無所損 拿到台灣料 得到的 無 正叫我什麼財富 去之無所損 為什麼康熙皇帝會講這種話 你得到一個台灣就無所加嗎 這個要解釋一下 滿洲人 1644年 進入北京 打敗 漢人的軍隊 我去做人口統計 滿洲人當時候的人口 不及漢人的1% 滿洲人當中的大夫 十五年 小孩加起來 六十萬 啊中國 有九歲金的有六千萬 還不九 五歲金超幾億 在第17世紀 所以 不到1%的人 佔了你中國那麼大片土地 我開心就開心 還佔了台灣要做什麼 得之無所加 去掉也無所省嘛 我問一個 我們家的那個白癡 都去中國當縣長了 所以你們經常在看電視 有看到那個縣長 很腿的縣長 就是 這個 原因就是這樣 滿洲人 最腿的人去做縣長 我們還有這個 在台北有一個地方叫石牌 石牌就是 這個界線 這裡面就是 非滿清的國土 還有這個愛用 愛用就是 邊防軍 這裡面就是 裡面的地方就是不是 滿清的國土 啊 台東 華蓮 宜蘭 中央山末 三區 三區 統稱 厚山 厚山 厚山的原因 就是 滿清人不承認 這個是他的領土 通通叫做厚山 厚山啦 這有一個地圖 1701年的 台灣行政圖 厚山 厚山你看這大片 喔 南水聽 喔 關比較大 聽比較吸引 所以 但是他這個 土隊喔 電腦 電腦聽才會 土隊比較大 鱼鱼 喔 啊鱼鱼就改做什麼 咖啡 啊怎麼叫做咖啡 因為 17 86年 我们有一个台湾民族英雄 叫做林爽文革命 打败了清军 第一次打败清军 满清就从中国调兵来 第二次再把他打败 前隆皇帝受不了 就全国中国全国精英 派来台湾 这回输了 说的时候在嘉义 他混化台湾人 分化台湾人 有这个 张州人 江州人 和专州人 所以产生张权斗 这个张权斗你听过吗 还有闽克斗 火罗人和客家人 都在台湾 族姓斗 族姓斗 姓斗 陷姓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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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去对抗 任中文 最后 满清第三次 军队来了之后 赢了这场战争 认为这个嘉义 这个地方 侏罗这个地方 这些全州籍的人 义行可家 所以改名叫嘉义 所以义耀兰 民政府主政之后 嘉义这个名称 是很烂的名称 大家要提出来讨论 是不是还要把不义的事情 这么样再宣扬一次 有很多地名 你们本来的地名 就用本来的地名 这个顺便讲一下 这后山 这1721年 啊 宜蘭 宜蘭不是 一下子就是 满清的国土 一到了 1810年 才核准 为什么 为什么宜蘭不是 他那些后山 要离开 没想起来 那个 宜蘭到台湾的 那个台中军四郎 看到台湾 看到台湾 已经 已开发的土地 18000甲 他把其中的7500甲 放在口袋里面 成立10个 太多栈 在台湾 哎呀 这有钱贪 这真好贪 所以村的土地 就不用开发就好了 我有钱贪 就好了 但是在宜蘭 这个地方 他们经常这样 这些满清的贪官 满清的贪官 我们在台湾里有一句话讲 三年冠 两年末 他只能来台湾三年 两年之内口袋就装得满满的 所以三年冠 两年落地就装得满满满 所以 这是 以前用的谚语 很管用 你就知道 当时候 的情况是这样子 这个 卡玛兰 这个地方 五岁去经营 经营后 他上报 清朝政府 拜托拜托把 卡玛兰 收购为满清的国土 满清政府还要 等了两年才说 勉强说OK 到底是 为什么 因为 满清的官员 看你们 他只能来这里做三年的官员 看你们在 开墾土地 他就不讲话 开墾好了说 欸 这堆土地是我们兄弟的 要把他搞小金 香港这部的 澳部 啊 这个 这个 吴沙银 这地方 去开脱宜蘭的 这块地方 他不愿意接受 这个东西 所以把户口土地 名册都交到 满清的官员的手 满清官员说 我都没努力 要挣这一个 土地要做 所以就担两年 让他放着说OK 满清政府 为1683年 入台 警戒128年 才将宜蘭化入版图 宜蘭化入版图 其他地区 花莲台东 要不入版图 这个就是在 我们再讲 这个都是事实 那这是 1812年 卡玛兰兵 隔满兵 后边再一个是 旁边是旁边 旁边 旁边就是 旁边就是 所以前几年有一个 花莲县长 花莲县长的选举 叫做后山选举 后山选举 这里 也有一个 美国想要买台湾 你知道美国 除了1776年 跟英 英国人打仗 得到法国的帮助 要注意喔 得到法国的帮助 才可以得以独立 他独立之后 他有几个采购 一个就是 路易斯安娜 Purchase 向法国 拿破仑三 不是 对 拿破仑三世 购买路易斯安娜州 的土地 非常大的土地 比现在路易斯安娜州 大概大个四五倍 买下来 美国还买什么地方 买阿拉斯加州 叫做Alaska Purchase Alaska Purchase 一共花了 大概720万美金 在1899年买下来 为什么要买阿拉斯加 要经过美国什么事情 都要经过国会通过 国会不赞成 买什么阿拉斯加 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 不赞成 苏联就拿20万美金 去贿赂美国的这个 参众议员 好啦 这样给你买了 720万成交 这国会里总买的 阿拉斯加Purchase 是这样的 那要买来占台湾 因为台湾 台湾的地理位置 接近中国 中国的特产 由台湾做转口账 非常好 因为美国人看到 英国人有一个香港 葡萄牙人有一个澳门 美国人也想要 一个台湾 况且后山根本也不是 中国 满清人的 所以 采购下来 把台湾采购下来 有这种建议 但是后来 因为1854年 后来 1861年以后 美国有Civil War 就是内战 就是南北战争 所以这个延期了 1899年 美国 跟这个西班牙作战 就 夺下来菲律宾 有菲律宾也就好了 就不要台湾 所以台湾的命运就在这 飘飘荡荡 给大家知道 这个罗美号 Ruber 这个事情 刚才那个 上节课有人在讲 所以我就不便在讲了 台湾 但是 台湾人与美国的战争 战争 并没有 原住民并没有打败仗 这个 这个 美国一个叫李先德 这个领事 他说深藩之地 不立中国版图 男用兵就办 万青就没法灌 所以 所以这个 纵箭阵亡 有一个 副舰长 马凯基 纵箭阵亡 大败而回 美国书 这种建签 来到 原住民建签 建书 建书要怎样 一转 有过高风险 跟六位通事 亲自进入 跟先住民头部 Taketok 面误 所以 会谈 就是说 台湾的外交关系 这个 跟美国产生外交关系 这个也是很少人 有这个记录 他把这个 船长的头颅 海 所以罗美号事件 造成一个属性 就是台湾 并非全岛属于满厅的领土 啊 不但是 我怕 牡丹舍事件 喔 发生在 1871年 喔 有 66个 流球的人 犯 啊 几个人去用台式 喔 还有10个人造出来 喔 有台式是54个 啊 这个 日本 为这个问题 喔 喔 专来 控诉 中国 日本在长期的 鎖国政策下 日本为什么要鎖国 日本在1633年就鎖国 日本人不可以出海外 海外的人不可以这个 但是只有开放一个港口 叫做长期 喔 长期开放 所以长期姑娘喔 有这种歌曲 喔 就是说长期姑娘 比较先进 憑TOKYO 的女人还要进步 就 因为 接受西化 喔 日本的鎖国政策 喔 其实日本跟 流球没关系 但是明治天皇 掌权力 喔 一转喔 这个机会 转喔 喔 照会 各国公使 喔 啊 散播 日军攻台的谣言 喔 啊 跟北京去宣 谈判 谈判的过程 过程喔 这个 中国 满清友等位外交部长喔 历部上书啦 他说 声番皆化外 猶如贵国虾夷 不符王话 万国之野蛮人 大不如此 喔 啊 又说 声番既属我国化外 问不问罪 由贵国才多 所以说 你们要不要打这个声番 你的事情 你们去打 所以日军就大大方方的 为车车 车臣 登陆 满清的士兵看到了 也不讲一句话 这根本不是我的国家 就是这样子喔 你要知道 这个都是事实 啊所以 来建政 这就是 主要是说 满清的国土观念下来 啊日本派发水兵来 三千六百名 啊 日军 攻陷喔 攻陷一大堆的所在 这是日本人画的那个 牡丹社的交战图 你看看 日本兵喔 都穿八戈 现在没有人要穿八戈的作战 因为太醒目了吧 那时候穿八戈就是说 我的军纪 现在都穿那个 绿色的 灰的 就比较接近 比较接近土地的颜色 草绿色 但是穿白裤子 建议 日本人建议 十六十二的人 但是 破冰死的 五百六十一的人 所以 台湾有一种天然保护 就是疾病 我跟蚊子 由日本人来钉 就OK 好色了 就聰明了 所以 你都从三千六百名来 五百六十一的人 有六分之一的 冰原损失 要怎么办 要怎么办 这个不能打嘛 那 台湾万青政府 拿五十万牛 五十万牛群 拜托日本 您请你走吧 这台湾 台湾的事情 都很多 啊 那 我们来说 这个 县主民 也好 原主民也好 各种在返青的时候 有 一间一间 一六九九年 齁 一六九九年 来北斗 下 冰冷事件 这就是一大尾了齁 一七八六年 这就是 这就是 一七八六年齁 这 我这个 凌爽坟事件的时候 齁 这也有一大尾 齁 我们 这就免念了 反正 齁 啊 一大尾要再说一件事 就是 满青艺民 这也是 各位观念 诶 大家是 去过艺民庙没有 知道有一个艺民庙吗 不晓得 都没人去 不知新宝 去民庙很多京 齁 什么叫做艺民庙 替满青政府打仗 而被杀掉的 满青政府说 你这个是包宗 你这个是艺民 帮你盖庙 以现代台湾人的观念来看 这是 不艺之名的庙 队的完全政府在 控制台湾 不艺之名 不艺之名 所以这个 刚刚好相反 过几天就是中原普渡 中原普渡 中原普渡要办什么神 好兄弟啊 好兄弟是谁 大家都说 孤魂野鬼 好兄弟就是 死的楼边 整百人都死的楼边 啊 那一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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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当队的人 转到 隔一个大梦 做一个大床 把 帮他 拼得下去 啊 他夾起来 说这个 叫做大梦公 喔 幽怨公 啊去一间廟床这盤 啊 齁 這都叫做好兄弟 啊 其实好兄弟就是 就是 台湾人 为了 抵抗万全政府 抵抗 抵抗 不止万全政府 日本时代也同样 郭民党时代也同样 喔 喔 郭民党 抵护 吴伯尚的 吴伯尚的阿伯 有他拿去 拿去 拿去带 沒有嗎 让他们没有去找到 啊 你如果没有的时候 告白手就是 整个人要做 一脚都带带 啊 这些叫做好兄弟 这为台湾人来 习生死命的 喔 这是在世 应该 这叫做义民啦 喔 啊所以 我们的脑袋瓜 里面 放一些 是是而非的 的东西 好人跟你说的 这是坏人 坏人跟你说的是好人 喔 这就是 万青 他用义民的名 来销入返青的路线 所以你现在知道说 各地 原住民也有义民庙 喔 漳州人 泉州人 客家人 全部都有义民庙 因为要做台间的人 喔 很多人 喔 你如果做台间 那就去 香港台湿 都叫做义民 喔 所以 那台湾人 會出现 喔 經過三百年 融合 比跟比不速 完全融合 融合到什么程度 最近 这个 馬街医院的 林玛丽医师 他写出来 台湾人的 台湾人的血液中间有85% 属于平补足 所以每一个人 都跟平补足 脱离不了关系 啊 汉化 但是有的说火爐 就是台湾人的 有的说客家卫 但是 他的肺痛 并非汉人 这就是台湾人 喔 汉人系 台湾人 原住民系的台湾人 融合后 称之为 新台湾人 不关系 新台湾人 喔 但是这个名字 用草 这个 这个因为李政匹 把这个 这个 邀映告说 这个新台湾人 所以这个新台湾人 这个名词 也有一点 污染了 所以 政客的名字 是台湾人 喔 这个 我们代替上 就是这个 万千的时代 我们 度到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 原住民 是这个 头对的主人 现在要叫做 先 住民 也好 各种 名称 到要求 统一 来 规定 不过本来 我们就叫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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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包 叫 叫 叫 原住民 原住民 在日本的 方式 日本的方式 是叫做 先住民 因为大家 没有人是 圆 只有 先 我先来了 就是我先住民 就是大概用先 或者先主 主人 也没关系 我是一天来这里的主人 这个 台湾的 部分的历史 大概我准备的是到处了 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还有七八分钟 七八分钟 我来说一些 说一些这个 百行的 万千政府 在台湾 通地台湾 的这个 政行 不过 统治台湾的情形 他要制造 分化 把台湾人 分化成为 原住民 叫做 藩 他 把藩 通通跪到山上去 不管了 平地人 民 民就是福建来的 客 就是 从这个福建山区有客家庄 还有广东的梅县也有客家庄 为什么有两个地方都有客家人 其实 其实 讲 台湾话的 火罗人 在中国 有七个省 也在讲 俄罗话 火罗位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 三千年前 中国有多少年的历史 五千年 那个都是被 弩化之后的语言 因为 我的脑袋也是五千年 但是有一天 我去那个 故宫博物院看 故宫博物院一看 世界文字的源起 埃及这个地方 是 三五零零BC 就是 加上两千年 就是五千五百多年前 埃及产生文字 埃及产生文字 啊中国地方 是一三零零BC 就是三千三百年前 产生的文字 那个文字叫做甲骨文 那时候是商朝 商朝以前的历史 叫做 不是正史 那是 那是 那种 那种历史 不编入历史的课程 那个历史就是 叫做 传记 或者是叫做 传说 神话故事 像是皇帝大战吃油 那都是胡说八道的东西 你知道有文字记录才真正的历史 你没有文字记录 还说发明指南遮 那都是 不可相信 这个 国家 博物馆里面所写 一三零零BC 那这道真实的 那时候商朝发现的文字 商人用的语言 就是我们叫做 河洛化 因为是从黄河落水 引起来的 河洛化 但是 商跟州战争 当时候的国语 就是 我们讲现在的台湾话 就是在整个中原地带 但是 商州战争 商人输了之后 就南迁到长江以南 就到 江苏省 江西 福建 广东 广西 浙江 还有海南岛 然后 传到这几个地方之后 这些商人 他有文字 他高等文化 他不愿意跟当地的人 融入当地的语言 所以成为一个一个的方言道 就是 就是说 板桥他们讲的是另外一种话 其实板桥你要进入板桥的路很多 但是 讲另外一种话 这个叫做方言道 这个叫做方言道 那么台湾话 就和洛话 就分布在这七个省里面 这七个省 这个七个省 然后 然后 到了福建 现在我们把台湾话矮话 成为闽南话 其实闽南 是闽江以南 闽江以南 闽江以南的话很多 没有一种话叫做闽南话 这是把我们 扭曲掉 其实 就是 江湖话 转湖话 转湖 来到福建 来到厦门话 就是 不章不全 来到台湾 台湾话又吸收了一些 外来语 像 日本话 我们如果吸收 譬如 譬如说 游戏 大家都知道摩托车 这就是 接受外来语 所以 台湾 所以 使用的语言 就是 这些地方 原始的 原始的 这个中国的正统的音 那北京话呢 北京话过去一千年 是 湖人占领的 时间比较长 这个 湖人占领 耶律阿宝基 然后 辽 这是辽 金 金是南北宋对抗的时候 辽金 原明清 只有明朝是汉人 其他都是湖人 所以台湾的学者 说北京话 叫做 胡汉语 乎人说的汉语 胡汉语 所以说 胡说八道 胡言乱语 就是讲北京话 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就是讲胡说八道 因为中国人说的 没有 一句话是真的 胡说八道 胡言乱语 啊 这就是 北京话的由来 和台湾的由来 尽量跟各位说一下 那好 今天说得吃 好 谢谢各位 好 起 好 李斯文 敬礼 谢谢老师 好 尽量一下 Arthur 小学生